英国金融时报网站6月13日刊登题为西方的分裂威胁乌克兰的文章 作者为吉迪恩·拉赫曼全问摘编入下 现在西方国家在俄乌战争中赛斯倾向于将胜利界定为不失败 乌克兰人担心他们获得的资源只够继续战斗但不足以打败俄罗斯 美国总统拜登最近的一篇文章将美国的主要目标定义为维护一个自由和独立的乌克兰 德国总理舒尔茨经常说俄罗斯绝不会获胜 但他从未说过乌克兰必然取得胜利 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一位发言人曾表示 法国希望乌克兰取胜但马克龙本人尚未说过这种话 名字同是英国首相约翰逊说乌克兰必须赢 爱沙尼亚总理卡拉茨表示目标必须是胜利而非某种和平结议 要求乌克兰取胜的人同指说俄罗斯一定不能赢的人之间有着很大区别 这会影响一些重要的决策包括向乌克兰提供核中武器 还有是否以及核实推动冲突的和平解决 隐藏在这些观点背后的是对威胁的不同看法 那些认为俄罗斯构成重大威胁的人倾向于要求乌克兰取得胜利 这个阵营包括波兰英国波罗的海国家和芬兰 那些最担心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爆发战争的人只会谈论不让莫斯科获胜 法国和德国就属于这个阵营 关键的是美国处于这两种立场之间 他试图兼顾对这两种威胁的反应 他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部分军事援助 拜登政府的主流观点是 在战争开始时西方对核冲突的担忧过多 而现在西方又存在对核冲突担忧太少的危险 意识到维持西方团结的必要性后 美国及其盟友已经提出一些方案 包括舒尔茨和马克龙在内的所有人都同意 不会对乌克兰强加任何和平协议 但乌克兰人担心他们实际上将被迫放弃领土 因为他们不会得到足够强大的武器 来阻止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推进 尽管存在根本性分歧 大多数西方政府似乎认为 如果乌克兰能够迫使俄罗斯退回到其武装部队 2月24日之前的起点 那么这将为认真的谈判奠定基础 然而不幸的是无法保证乌克兰有能力取得这种胜利 或者俄罗斯退回到2月24日的起点后 任何一方会停止战斗 在乌克兰其结果可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残酷消耗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